所以後來我就把它整理成一個實際上的範例 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它叫黑名單篩選 這個黑名單篩選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其他補充範例 這裡面有很多都是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不錯的在入門裡面 我覺得不錯 我就把它加進來 這個黑名單篩選你把它展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呢 城市碼還有題目在這裡 那你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它的需求非常簡單 你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資料 這個大量的資料 就是 這邊把它啟用編輯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查詢名單 總共的話 Ctrl向下 總共有5000多筆 他要查 這個名單在黑名單裡面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 就把結果放到結果裡面 現在沒有 對不對 那他每天都要比對 每天都有5000多筆 然後呢 黑名單有幾筆呢 黑名單裡面有2萬多筆 所以呢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早下班呢 對不對 他就很頭痛 所以他來上這個課 因為他想要早點下班 OK 那 我想這個問題你們應該也會遇到啦 如果你會跟不會 真的是 效率 可能 不止百倍啦 OK 其實說真的簡單 這個還真的還蠻簡單的 你說難 他還真的還蠻難的 你如果不會的同學 恐怕只能乾瞪眼 哇塞 這麼多 而且這個資料還算是小量的 真的大量資料 什麼幾萬筆 幾百萬筆都有可能 那你如果幾百萬筆的話 你不是就傻眼了 OK 所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他要查的 黑名單裡面有的 自動幫你列出來 那方法的話 當然不外乎 如果不寫程式的話 我想應該大部分同學應該 最好是想說 老師有沒有那個 直接函數就可以解決了 當然有啦 函數可以解決 其實答案就是什麼 請用 剛剛用的那個 叫什麼 就可以做出來了 不用寫程式 康乙符 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把那個 這個地方 先大家了解一下 康乙符 有三個 然後康乙符 裡面這個地方先做出來 然後呢 再思考一下 跟 黑名單裡面 有沒有什麼一個 關聯性 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呢 讓我們很快的把結果做出來 OK 換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這個邏輯很簡單啦 反正就是這個名單 在黑名單裡面 出現的 就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查詢結果裡面 應該很簡單吧 因為我看 對很簡單 但是 邏輯非常簡單 可是 要怎麼做 會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 現在的 數據 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少 所以現在慢慢 各位常聽到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 意思就是說 資料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 你們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們 很快的把 資料數據 一下子 通通 變成你要的結果 不怕 其實就是 根本不用怕說 資料多跟寡 我現在其實像對我來說 你只要給我東西 告訴我邏輯 其實我可以把 結果馬上 不用馬上啦 沒有說那麼誇口 我可以很短的時間裡面 幫你做出結果來 只要你這個東西 是合乎邏輯的 Excel也可以處理的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 把那個邏輯寫 就是把那個程式 寫出來 方法也許不一定是寫程式 你可以用 函數 當然也可以解決 像這一題 可以用函數 也可以不用函數 好 請問 請問